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新制圖的部分 你打開之後呢 剛剛像這樣打開 那我們跟各位講就是 你這邊如果說你會卡在裡面 你覺得 螢幕太小 你就直接點這個 就可以看到 比較大張的 比較大張的 那 各位的版本呢 我剛講過你們不好 不小心 你們是舊版本 因為兩天現在 雲端更新很快 我隨時在更新 所以update一下 希望各位有 比較好的一個 學習的東西 那首先呢 我們會先跟各位介紹 因為其實 你看 我們現在既然 各位有比較強烈的這種海道需求 那當你很多的時候 你應該不會很想要 我就慢慢品味慢慢設計 不會有 所以呢其實 我們待會先跟各位介紹一些免費的這些資源 免費資源 包括一些什麼 土庫的 包括了一些字型的 欸 你們字型 請問 設計海報多多少少會用到一些字型嗎 英文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英文的字型很多 26個字母就解決 就一個字型了 可是中文不行 至少要六千 六萬五千多塊字 就不能只有幾個字而已 那所以怎麼辦 你可能 網路上你可以找到一些免費的字型 我雖然也知道大家電腦裡面有很多 很 很多特殊的字型 但是你也是一樣沒有買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盡量介紹大家 你可以不需要經過購買就可以使用的 那再來就是 你可能要就會幾個關鍵字 對不對 你要找的關鍵字 基本上當然用中文的 也可以找到一些啦 可是 中文能夠找到的 相對資源比較少 相對資源比較少 所以我們跟各位介紹這個 那再來呢 我們在這邊 剛剛有提過就是 其實現在有很多什麼 免費的限賬服務 限賬服務 那 比如說像 我們在這裡看到的這個 在這邊 您看到這邊 這裡有幾個 我們的範例 比如說第一個 母親節的 這個 這樣有簡單吧 我們先從比較簡單開始 這個就是限賬服務的 好限賬服務就可以做完了 那這個呢 就在這邊 在這邊 這個叫做 photo.com 那它還蠻好心的 它有比較高解析度的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把它列印出來之後 品質會比較好一點 你看我今天還有帶這個印表機來 我今天應該是我 這幾年來在 中正上課 帶東西最多的一天 以往都帶更多不可就好 今天要多帶好幾個 好 這個呢 我也有把它印在上面 你可以看到其實我們這樣印出來 效果還好吧 對不對 事實上其實可以再印大張 我這個等於是兩張A4 你如果印到就是 四張就等於A1 就等於是我們那一張的一半 就那個 那個上課海報的一半 也都還好 如果說你真的印到A0的 就是我們一般這種海報的 A0的 可能你的解析度就要稍微高一點點 在這邊 因為這樣回去錄影也看不到 所以說 這裡呢 要 這樣就看得到了 這樣有看到嗎 這個是A0的 有沒有 然後這個 清除一點 這樣還OK吧 因為這個是錄給 沒有來的 不看的 OK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剛剛這邊來 所以像剛剛這個就可以很快完成 另外呢 像我們剛剛 講的 其實 這個 線上服務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很方便的把照片 應該說把照片就拼成你想要的文字也好圖案 這個有些時候我們 再做一些效果還蠻不錯 那另外呢 像這個文字雲 文字雲的話 我相信各位有看過 像我們在這裡那個範例是 這裡 這個 海外服務事工 我這次範例都找 盡量找我們中正 中正的 因為這個是 5月7號的 沒有過期 順便幫他廣告一下 你看這邊 這個 有沒有常常看過後面有這種字的 這種你要不要自己一個字一個打 如果你要這樣做我也是蠻恭喜你的啦 因為那個打字會變比較快一點 但是 這裡有很多線上服務我們可以用 好 那像你現在看到這個字 你覺得這是什麼字體 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這個不是字體 這是真人真姬 不是我是害的 有舒適的 好像這個點是舒適的 然後這個夢好像是 不知道誰都忘記了 這個 你也不用自己 弄 我們 我們在這邊 就有 在這裡 在這邊 有這個 這叫中文權字庫免費字型 直接抓就有 怎麼樣 你去還要找個字型 只要用六個字要找一個字型 你不覺得太誇張嗎 裝個字型 對不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用就蠻多 那 另外呢 剛剛你看到的那個影片的部分 其實就是 是到這兩個網站去做的 到這兩個網站去做的 輕輕鬆鬆套用飯本就好了 也許可能同學有用過那個什麼 像一般剪接軟體 比如說像會生會影 微力導演 對不對 可能也會提供你一些 也會提供你一些 但是呢 這個在雲端的 他就是 有免費的 你可以直接用 好 另外呢 下面這些我想應該就還好 如果你有一些那個什麼 就是比如說 像那個室內設計的那種圖啦 還是說一些 那個報表的部分 也許你可以參考 這個我們就 有空再看就可以 好 我們再另外呢 看一下 我們右手邊這裡 這裡 我們今天大致上會介紹的主要大概是這幾個 主要這幾個 第一個就是 Photocap 雖然這個部分我們上次有講過 我在上去也是比較偏重在就是 基本的那些影像處理 比如說修圖啦 之類的 那我們今天就比較偏向在 把它怎麼樣做成我們要的這種海報啦 DM 海報DM 那這個算是最平民的 今天給各位的這幾個 這幾個 通通都不用安裝 可接受嗎 可以嗎 不要就丟到垃圾桶就好 一點都不浪費空間 不反應就丟掉 那只有這一個 這個是屬於向量的 這個是屬於向量的 向量的編輯 其他的選擇上都是點證 都是點證圖比較多 那這裡有一個 所謂的Home 3D 這個部分 我不確定今天時間夠不夠 如果時間來不及的話 其實我有預計我們下學期會在針對 因為3D現在大家 應該用到機會 應該至少你看到的機會蠻高的 對不對 有些時候海報你想要有3D的感覺 或者那個室內設計的3D的感覺 那怎麼不做 用這個做就好 這個我暑假開兒童班也會教 你知道兒童學的會 你就一定學的會對不對 對啊 好 所以這大概 大致上是我們今天 要跟各位稍微 分享的內容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